一眼望去木炸貓空美景 盡收眼底 这里是台北市第一座具备大众运输以及观光系统的缆车 猫缆是2007年正式开始营运 从动物园上便能轻松抵达台北猫空 让民众能一探历史悠久的茶文化 猫空为台北市主要产茶重镇 近年木炸猫空发展许多茶叶文化衍生的活动 几年都办台北猫空茶会 最多就是1000个人上猫空来喝茶 根据台北市政府统计 猫缆营运7年内从最高游客人数300万人次下降到70万人次 整整减少了三分之二 当地茶楼凝聚共事成立的猫空休闲发展协会 为了提振猫空重回昔日新盛光景 除了举办茶园导览 也将传统茶园转型为观光餐厅 因为猫空这地方现在像早期有这么多人在制作茶叶 一年一年减少 但坚持下来都是很厉害的茶楼 竞争的关系我觉得少一点 互相帮助的氛围浓厚一点 80来年的时候 慢慢有上山的客人 会越来越多买茶的 那有一部分客人就说 那我就买一些茶在你这个地方泡 猫空发展协会每年皆会举办特色活动 师弟传承与保存是茶楼们给猫空的最大力量 记者黄小涵 简品节采访报导